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大市偏遠,美團即佳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 全日恆市跌了422點,收報26,466點 成交一般754億 今日港股,最主要是受到中美謀談的影響 再加上美國兩院通過了香港人權法案 市場擔心會影響中美關係 所以今天跌得比較多 我們先看恆新指數走勢圖 恆指今日跌下來,可以說是偏淡 不過還未失手這條上升通道 上升通道底大概是26,000區 如果失手26,000區,短線要轉為紅燈 現在目前仍然在上升通道內爭持 當然也不可以說是好 因為彈到上27,000區之後,又受了回落 即是說這個上升通道的中軸都未能上得到 都是偏遠的 所以現在短線、中線是黃燈的,不是太樂觀的 要小心跌穿,如果去穿底下跌穿26,000區 短線要先轉為紅燈 好了,講了大市之後 講回其他這樣的市場又如何呢 中美貿易戰其實牽一髮動前身 如果他們能夠達成首階段協議 環球的避險情緒都會降溫 相反,如果中美達成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可能環球的投資情緒又會比較淡 避險的情緒就會上升 這個體驗不單止在港股方面 在內地股市和美股上高都會受到影響 我們先看看美股 道指本來一直在升上去 但是一個上升洩盈 連續兩日下跌 其實最重要是19日這一天 即是星期二那天要注意 當日傳出開始中美貿談上高 有些壞消息 最主要就是香港的人權法案 各方面的問題受到影響 那天已經出現了穿頭破腳 在這個上升洩盈頂上出現穿頭破腳 其實就要很小心這些走勢 即是說有機會轉淡 昨天再下來試了這個上升洩盈的支持軌 幸好沒有跌穿 大概這個就是27,600區 如果收於27,600之下 就真的要走避 即是短線會轉了黃燈 如果跌穿現在還是綠燈 因為還是反覆上升 還有還有機會升穿上升上高的軌 但是記住 如果跌穿27,600 就要轉黃燈 就要審慎 對於美股 內地股市方面 其實同樣道理 近期 它是橫行的 它的支持軌大概在9,600區 如果深淨成分股跌穿9,600區 就會轉 短線要轉成紅燈 現在牛皮之黃燈 沒有方向 升得穿1萬 一萬是雙頂位 升得穿1萬 才可以轉成綠燈 暫時沒有什麼方向 內地股市沒有香港那邊那麼害怕 因為其實內地有很多措施政策 例如減少少的息 五點子不多 但也維持穩定局勢 所以內地股市反而就是一個打橫行的格局 港股比較偏遠 人民幣走勢 亦反映出 究竟中美貿談上高 能否有一個比較樂觀的預期 向上就是美元升人民幣跌 向下就是美元跌人民幣跌 近日人民幣跌著 由近期人民幣最強的時侯是6.97 現在一直到達7.05 幸好 其實收市之後 有一些內地官員說了一些事情 穩定 所以現在暫時7.05 可能未必會那麼容易再跌下去 如果轉好是怎樣呢 人民幣如果升得穿 大概7.02這些位置 即是這條上升軌的水平 那就有機會緩和局勢 能否受到內地官員所說的話呢 最新的就是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 在收市之後 在商務部例行新聞發佈會說 中美雙方經貿團隊 繼續保持密切的溝通 還有一句很值得可圈可點的 就是說 他說外界有很多那些說法 例如中美其實談不妥 或者已經有些報導 就是說今年 他暗示 那些報導 就是今年未必達成協議 那些報導 他說其實那些不準確的 外界 現在聽到這番說話之後 夜期開始之後 就彈回少許 大概八十多九十點 我剛才最新看的時候 這間人民幣都由7.05 下回7.03多 036 就是說 有少許緩和了一些 但是 中方這些發言人說的 其實那個力量就不算很大 隨時今晚 美國有任何的官員說話 或者美國有些媒體報導 就又會改變了市場的看法 所以大家要注意 整體來看 現在我覺得都還是有些擔心 第一 那個香港的人權法 現在擔心就是 特朗普可能勢成騎虎 都是要簽的 因為兩院就是零反對票通過 他拖不拖得多久 可能他真的迫與無奈 都要簽 如果真的簽了的時候 就怕會影響到中方 即是會不願意和美方 達成這個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如果在今年達成貿易協議的話 那麼 12月15日 美國就有可能 就向中國商品加徵關稅 因為原本就是 那時候要加徵的 就算達成這個協議 那麼 美方也都未必願意 即是特朗普未必願意減關稅 也都不利 所以整件事要看的是 主角特朗普究竟 他會不會簽這個人權法 第一 簽完人權法之後 願不願意和中方 也都中方願不願意和他 達成這個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至於還要看的是 願不願意減關稅 這三個 既然要這麼多關才有利好 所以現在短期的市場 都比較有些擔心 偏淡了一點 大市的情況 我覺得偏遠 不過未跌穿 兩萬六 又不是即時就看淡 因為現在可能還在兩萬六、兩萬七 這些發來發去發去 都未頂 要拖一段很長的時間 好了 大市分析完了 講一下今天市場 今天市場其實有一個重大焦點 就是跌 如果說跌 大家都知道 不過今天的跌 就有兩隻 所謂的耀股 大家平一下 那些股是暴跌 哪兩隻呢 第一隻 雅膏控股 今天暴跌98% 跟著停牌 這樣 那這隻股 大家由幾毫子升到上來 挨近10元 然後跌回兩個多 然後再上到15元 那麽多 然後再急跌 這些股 就是輸死很多人 一跌下去 那它其實一開始已經是多少 它上日收是14.8 最高見過14.96 14.8收市 但今天一開始已經是5.7 真是一開始不見了 9元 那接著 5.7 你以為那些位置可以估得到 不是的 今天這一支 那麽大支棍 你不要以為它中間位大概在3-4元 其實這樣就加權平均價是5毫多指 5毫多指 即是很靠近0 很靠近0 所以 很多人都輸 另外一隻卡森國際 496都跌90% 亦都是停牌 收報4毫5千5 這些股 一直一直跌 當然大家知道難玩 所以有很多不清楚那些股 大家就要小心 他們之前競升 可能一波就輸了 好了 不講這些壞股 講回我們今天講的 另外 即是說大市偏遠 美團即階 講那隻即階的股 美團 留到最後才講 保密尋歸底 美團公佈了第三季度的業績 9月30日指三個月 它那個收入 就同比增長了100% 去到274億9千萬人民幣 增幅幾驚人 說錯了 增幅不是100% 增幅是44% 看錯了 去到274.9億 收入增長44% 如果是根據會計準則的純利 就虧轉型去到13.3億 這個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因為經調整了 這間公司的純利 一個季度 虧轉型去到19億4千萬人民幣 19億4千萬人民幣 虧轉型 一個季度如果賺19億 那它有些增長 一年來計 大概就可以賺到 100億或以上 現在這間公司的市值 是5千多億 5千300億左右 大概等於4千8百億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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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賺到100億人民幣 大概是48倍PE 那都很貴 但是它有增長 而且增長很厲害 你想想 其實虧轉型之後 收入40幾個%增長 即它高速增長 其實市場會估 明年2020年 這間公司可能賺到近200億元人民幣 現在5千3百億港幣 現在5千3百億港幣的市值 大概2020年 就是二十幾倍 一隻高增長股 這麼大市值的股份 相對就會 你會覺得 其實PE不是很貴 這些就是那些大的股份 突然間它由虧轉型 然後高速增長 即是收成了之後 可以見得到的盈利 當然這個是一個推測估計 我們不能夠確實知道 明年是否真的這樣 因為還有很多會計上高的問題 不過 市場明天就會按著 今天這條數目推測 即是說 用19億4千萬 非國際會計準則的盈利 去推測這間公司 全年會賺多少 明年可以賺多少 現在是否便宜 如果照現在這條數目來看 我覺得是便宜的 今天這隻股 大家看圖 是因為擔心業績不好 跌了5.5% 就靠近那條上升軌 我覺得90元邊這個上升軌 這個位置 即是直撥率都幾高 如果90元邊 如果真的買到的話 其實你說跌穿 這裡 例如10月14日的低位 85.9 我們再放低一點 例如85元 用來先做止蝕 駁它可以上升 如果我現在來看 我覺得它升穿100元 機會都幾大 有機會 不止這個數目 因為盈利好 高增長 大市值 這些 獨角秀這些股份 是長線 會有很多基金 應該會看好它的 它今天跌下來 反而可能是一個機會 看看明天是否可以如願地上升 好了 今天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